這段影片是預料大家一起搖一下 該害怕的 旺角有條天橋 我姑媽就會在窗門 我跟我說Hello 她再做一下就會聽到 可能有開門的聲音 走過的聲音 我當時差不多 去到前面的城市 再近一點見到那個小孩 糟糕了 沒有了下門聲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珠大國際 好害怕 今天要拍一個拍攝影片 拍什麼呢? 愚難之等 上次拍過一次說鬼故的影片 我這次有幸 上來潘Sir的恐怖在線 我猜不到有一天會上來做這個分享 我會分享三個鬼故 在恐怖在線APP裡面 就會有得聽 當然啦 難得見到潘Sir 當然也會叫他分享 他覺得最恐怖的鬼故 BATTLE 看看大家覺得哪個鬼故比較恐怖 我那三個全部親身經歷 大家等一看 今晚這一位呢 也有一位年輕人的Youtuber E.G. Hello 你會拍開一些自己的影片 沒有拍過鬼故的 我這麼久以來只講過一集 因為你很懷疑 我好害怕 這件事 今晚說一下幾個經歷 第一位是比較輕驚 應該只有我害怕 因為就是我以前小時候 望角就有一條天橋 打通以前的新世紀 我會經過那條橋回家 而那條橋也看到我家 很近的 因為那個層數 剛好跟天橋有點近 我跟姑媽一起住 我以前的習慣就是 回家之前就已經告訴過姑媽 例如我可能三點回來 然後姑媽就會在窗門裡 跟我說Hello 即是在我的橋走過 看到我家 姑媽說Hello 要這樣嗎? 又不是一定要這樣 但是好玩 這麼遠 跟家人說Hello 我覺得好玩 這個習慣都持續到我中學的時候 但我中學的時候 已經有跟朋友去喝酒的習慣 有一晚是比較晚 凌晨 我姑媽是知道我凌晨才回來 然後我就走那條橋 看到家裡有人跟我揮手 我照揮 那時候我不是很醉 就是那時候 但是呢 我回到上去我家的時候 那凌晨平時 只有我姑媽還沒睡 其他人都睡了 我回到去的時候 我姑媽那一天 很清楚記得她在發燒 沒有下床 但是我就在對著一個揮手 揮手 我看到是有揮這個動作 但是不肯定是姑媽 也不是姑媽 因為我會問她 但是你看到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是不是姑媽? 雖然都有一些距離 都有一些距離 尤其是凌晨 總之有個人揮手 你當是姑媽 對 因為習慣了 那我到底是不知道 跟人什麼揮 其實很害怕 在你屋裡面 怕啊 怕啊 因為在外面 原來是我屋裡面 有人跟我揮手 但你有沒有認錯 在樓上樓下的 不會不會 很清楚記得 因為我小時候 很努力 為什麼呢 我小小事都害怕到 飛起 是啊 我到再大小小 都還是 我家裡有蟑螂 然後我搬 哈哈 到第二個 我很喜歡這件事 因為很青春 恐怖得來又很青春 這個反而是 我之前的YouTube頻道 有說過的 嗯 那不如先聽你多說一件事 好 這一件事是比較近近代 我之前有一條團隊的頻道 它後期變成了一間公司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就停了更新 那間公司本身七樓 就有一個單位 一開始的單位在七樓 再過多幾個月 決定在十樓都開過單位 嗯 所以就有同事 是負責上去做 一開始的start up 裝修 之類的那些 那些同事 那些同事 都會告訴我們 有怪事 因為他在裡面 做一些木工相關的事情 那他就做一做一做 就會聽到 可能有開門聲 走過的聲 嗯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不是很相信 因為那些同事 說他小時候 是有這個音量的 但是呢 我們就一直都不相信 因為覺得他很誇張 太誇張 或者比較疑神疑鬼 直到 裝修得七七八八了 那有一晚大家就下班 下班就一起上十樓那邊 大家坐下來吃宵夜 我們差不多六人團 然後又是很晚的 因為做這一行 通常都沒有什麼正常反工時間 坐下來一起吃 吃了一會兒 只不過是一會兒 突然之間有一幅畫 它本身是擺在桌上的 還要是 靠著牆 靠著牆 這邊就是地下 嗯 靠著牆 那沒理由那幅畫 會突然之間 砰 砰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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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那時候 知道有個同事說過這些事情 那時候我們沒有能鬥它 好地地 砰到地 我們就劣了 那小劣大家開始 全部看著那幅畫的時候 廁所啪一聲 怎麼了 廁所有兩格的 然後 每格都有一道門 然後外面還有一道門 我們聽到裡面啪一聲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 開了外面的門進去 沒有一樣 也沒有人去了廁所 然後就 真心劣了 大家開始瘋狂撿東西走 很努力的 那些未吃完的東西 又閉上了 總之回到七樓才算 衝衝衝衝衝 衝到到七樓 的時候有兩個同事 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說 你們剛才聽不聽到 然後我們說 聽到什麼 我是聽不到那個 然後那兩個同事 都是在說 有一把聲在他旁邊說 那麼快就走了 哦 是啊 然後我們就在七樓 在七樓等天亮 最後搞到 稟布皇上 那皇上都認同 不如找師傅來 搞一些要做的事情 那陰陽眼哥看到什麼 他這次是沒有看到的 但是他有說到 那些腳步聲 我們說 是不是看間巡樓啊 他是說 因為那個十樓的單位 又是裡面有一間房 然後外面有一個廳 再加到一間房 他說那些聲音是來自裡面 而不是來自外面 哈囉 我們現在就來見到這個 人稱鬼王般的潘相 你好 我小時候都有聽電台 但是因為我小膽大 我不太太聽 我很認真 但是我知道了 我猜不到我今天是可以 走上來分享一下 好啊 來吧 二個其實都很多年前 我覺得每次說 都挺有效果的 尤其在我旁邊是女的 好的 我膽子其實跟女的差不多 是嗎 就是這樣 當時在電台聽回來的 這個故事 那時候的巴士 也不是現在巴士 那時候巴士 是已久的巴士 示範地點 就在廣島區 知不知道哪裏是郁多里道 不清楚 不清楚 即是西環尾郁多里道 那個地方 其實那條線 不是很多車行 就進入香港仔 即是走下路 那時候叫做走下路 不是走水道 很多年前 就有一個中巴 就要經過多里道 要進入香港仔 那條路最怕會經過什麼呢 會有很陰森的地方 甚至乎是有一個墳場區 你想想想 那些墳場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巴士就在旁邊 在旁邊 很近馬路的 事發就是有一晚 有個司機 登入行不久 他就要開這條線 那當時 那些司機都跟人說 你新仔開這裡 你要小心點 如果晚上車那些 那些 那墳場區有一個巴士的站 在那裡 那你走走走走走 離遠就看到巴士站 零零細細看到一個小朋友 在等車 那他就心想 嗯嗯 一個小孩這麼深夜的時間 等車 有些古怪 但也不理會 都要接一下 那當他差不多去到前面的時候 再近一點見到一個小孩 糟糕了 沒有了一下本身 那他就知道 喂 我當然擺東西了 真的自己撞到了 那當然害怕 第一時間就 不管了 他不開車 他不開車門 他就走了 我打算他沒事了 沒有了 然後突然間 沒多久 兩秒鐘 一秒鐘 有人拍到舞台 喂 你不用交氣 我現在是無管凍 無管凍毛 是嗎 無管凍毛 拍到舞台 然後沒有懷疑 那是人 那是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跟他說 司機 你為什麼剛才 不再有的小孩 都還可以是本身乘客 對 是乘客 是乘客 他當時聽到有對話 是真人 司機 為什麼你不接過小孩 他只載我 然後司機當然很害怕 喂 你看不到嗎 他是沒有後半身的 然後那個女子 就跟他說什麼 你看看我都沒有 他說 是不是很像我一樣 很厲害 那個真人是有 對 然後他說 他是我的兒子 很厲害 這個東西撞到很棒 當然沒有失控 沒有說有什麼炒車 他就是很害怕 沒有理會 那個女人當然消失了 消失了嗎 對 沒有了 當然鬼了 找回兒子 然後司機真的沒有做 當然不做 真的不做 不怕被他記獸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雖然 不是長篇大陸 但是很有畫面 還有 真的害怕 如果你當時走過一路 因為真的有一條這樣的路 現在還有沒有這條線 有 有巴士線的 如果有觀眾平時 都是這條線的走過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經過是不是 都覺得 因為那裡是很恐怖的 其實他有殮房在前面 再上山就是全部墳頭 坐車經過就算了 是嗎 走路就沒有 要跑太久了 沒錯 多謝官長 好 小人 你們怕不怕 好 喜歡我這條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EG大一個仔 否則是一四出片 幸好觀塘這個時候也有很多人 記得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還有剛才那些鬼故裡面 你們覺得哪一個是最恐怖的 或者你們的經歷都可以在留言 還是在那裡留下 這條影片是遇到大家一齊 抬下底 怕一下的了 但大家都留下言 好 拜拜